大家好,我是张娟娟,欢迎收看今天的冰雪起源 周扬1991年出生于吉林长春,从小家庭就不富裕 1998年,周扬被塑华教练选中,开始接受训练 在进入专业队之后,周扬成为队里年纪最小,练得最苦的队员 2006年,周扬被选进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 并且在四年后的温哥华冬奥会上,以刷新冬奥会记录的成绩,拿下女子1500名金牌 年仅18岁的她,也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 温哥华冬奥会上,周扬还和其他队友一起,获得了女子3000名接力金牌 并且在2014年索期冬奥会上,成功未免女子1500名金牌 成为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未免该项目的运动员 无论是在奥运赛场上还是在生活中,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健康好状态 我的好状态是吃出来的,首先要食物多样,骨类为主 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种类越多越好,色彩越丰富越好 保证营养的平衡 主食可以以骨类为主,例如鼠类、面脉等 要多吃蔬菜、奶类、大豆脂皮,才能保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等营养素的均衡丰富 这对健康至关重要,日常饮食摄入不足的时候,要记得补充营养素哦 另外,一定要注意,少盐、少油、控糖、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根本 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健康生活习惯 2022健康营养会,大家一定做到营养好、运动好、防护好 争当健康三好生 守护健康燃清冰雪,一起健康向未来 关注我们,但也了解更多冰雪知识 让我们一起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到来